前邱 就是他是做粉圓字型的 如果大家對字型有 就是可以聽他的故事 好 那我們就差不多開始了 那我想先調查一下 就是在座有哪些人聽過字體的 就知道字體是什麼東西的 其實應該會來最應該就是 看不懂應該不會進來 好 那有聽過有聽過粉圓體的人 大家都聽過 所以大家只是來聽逆星的 那字體的這個背景 我就不多琢磨了 因為萬一有些人不懂字體的話 就有點難辦 要解釋一下字體是什麼 還蠻難的 因為你知道 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就是字體啊 不就是電腦裡面就有的那個東西 他們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也是人做出來的 就跟那個有些人可能吃雞翅 然後以為一盒裡面有六隻 就以為雞有六隻腳之類 對啊 吃米不知比較 沒有啦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關於自己的事情 我就會先不贅述 那就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這個粉圓體背後的秘辛這樣子 好 那今天會有這幾個 我會大概帶到這幾個主題 然後就是為什麼要做粉圓啊 當初碰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一些關於開圓 開圓設計這個領域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關於這個字體未來的命運 那其實 呃 好 然後關於我的話 我是千秋 那應該有一些人可能有聽過 那我是一開始高中的時候是 UI設計師 大學的時候是 UI設計師 然後後來加入JoseFund 就是粉圓的這個製作公司 當這個字體的設計師 然後後來當前端工程師 然後現在是這個Blockto的前端架構師跟區塊鏈工程師 那我是千秋 那如果說就是這個會後有想要跟我問一些問題 說 欸 為什麼你的這個質疑這麼怪 這麼複雜 我們怎麼從設計師變成區塊鏈工程師 這個 其實說白了就是因為錢的關係 那如果說大家就是有想要聊更多的話 就是歡迎會後再來問我 那既然就是說到錢的事情 就是工商一下 我們公司現在在這個樓下的攤位這個309v3 大家等一下就是如果有興趣可以來照我幹嘛 對不對 簽得多 好 那既然 喔 請進 請進 既然大家就聽過粉圓的話 我還是就先簡單介紹一下 粉圓呢就是這個 就是放在大概2019年的時候製作的一個這個開源的字體 那為什麼我當初要製作這個開源的字體呢 其實是因為當初就是放崛起 崛起 呃 變得活起來 我就是變 變得為大家就是所聊 所知道是因為這個在金軒自行的這個募資 那當初金軒自行在募資的時候呢 就會寫很多洋洋撒 寫很多點嘛 寫說什麼這個有什麼什麼功能啊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啊 然後要是大家達成了 我們就再加開一個什麼什麼奇怪的東西啊 那當初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是老闆沒有想清楚 就在裡面寫了說 我們如果募資達到什麼什麼目標 我們就做一套開源字體回饋社會 當初可能就是心裡想的很簡單 然後就做一套開源字體回饋社會 那實際上可能老闆沒有想太多 低估了這個字體製作的難度 那我給大家就是科普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沒做過字體 不了解這個字體製作的難度 那這個字體一般商用的話 大概是一萬三千個字 那我個人呢一天最快大概做十個字 那這個金軒這個字體呢 這個大概是花了三年左右 大概四五個人做了三年左右 那這個大家算一算可能會想說 不是說一天可以做十個字應該蠻多的 沒有金軒有很多的不同的字重 就是字的粗細 就是看起來比較細比較粗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字重 這每一種字重呢 不是電腦算出來的 都是手做出來的 其實可以就是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可能做細的跟粗的 然後中間可以用內插法算出來一些東西 但是那個會就是有一點歪 就是這其實就是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可能想說 這個字部首什麼木部 不就都長那樣子嗎 但其實我跟大家講完全不是這樣子 所有的木 譬如說有些像 樹好 樹木的樹 那這個木就會比較小 因為它其實是三部件的 那可能有些的 字是只有左邊部首跟右邊的 那兩個部件這個木其實就會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不是說把它拉寬 這樣就沒事了 不是 就是你就是要重做 從橫數然後撇鈉就重做 對對對 好所以就是它當初可能就是 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難度 但是就所以就 不能說空狗說白 至少它還是做出來了 就是 低估了這個是難度 所以就是 講的很簡單說 我們要回饋 回饋社會 所以就說 那我們要做這個 所以就會 最後就是 因為老闆覺得說謊不好 所以還是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就 投入了一點心血 然後投入了一點資源 去把這個粉圓體做出來 就是 要兌現當初的承諾 那 我剛才有說到 就雖然說就是 一個人做字是 可能一天至少 可能一天可以做十個左右 但是其實有一個前提是 你的設計已經做完了 首先你在做一個設計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 如果有做過設計 可能要先做一個moveboard 就是你要收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然後 慢慢確定說 在你心中這個東西 是要長得像什麼樣的樣子 然後確定了之後 你可能要再試做一些部件 比如說 你希望這個字體是黑體 比較方正的 還是它是原體 比較可愛的 或是它是明體 就是有一種 柔弱 或者是這種文學的感覺 那首先這個設計風格 要先確立 確立了這個大方向之後還不夠 你還要這個 把這個部件先試做出來 可能先試做幾個字 先試試看 先實驗性的做幾個字 看看這個風格 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覺 那其實在這一個階段 如果大家有碰過設計 應該就是知道 就是非常非常的漫長 如果你上面有老闆 更漫長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設計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難點 就是這個 前期的這個風格設計 所以老闆就想說 雖然說 他發現 喔 完了做字體要很久 那他要想辦法 coast down 不是想辦法coast down 就是想辦法加速這個 開源的字體的面試 問試 所以他們就 想了一個方法 想說 喔 那這樣好了 因為就是已經有一些 市面上已經有一些開源的字體 譬如說這個 Motoya公司的這個 Kosuke Maru 小山原體 就是它是一個日文字體 它其實已經有一個雛形 但它字數不是很多 好像3000左右個字 因為日本的漢字 其實沒有像漢語權這麼多 就是憑假名騙假名 然後漢字這樣 那老闆就想說 好 那既然這樣子 他也蠻喜歡這個字體的風格 那他也是開源的嘛 那我們就從這個fork出來 然後稍微 就是 改一改 看看能不能用最低的成本 兌現這個承諾 但是 老闆就再一次的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難度 雖然說已經就是不用設計了 那他 他自己也確定說 這個是他喜歡的風格 那大家就照著這樣做下去 但是在做下去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等元體 跟我們在製作的這個軟體 我們這個軟體叫Glyps 對 就是最近 應該說現在字體圈在做字體的話 基本上都是用這個軟體 是閉緣的 對 大家如果有做過事情應該知道 就是Photoshop跟Gym 那種 那種差別 也有開源的叫FundPorge 對 那這個 不是很好用 一下就會當掉 對 這個 我等一下 在最後關於這個開源的事情的時候 會再多分享這方面 那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實際上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Glyps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些 顏色飆起來的 就是 我們發現就是他 就是可能有 在中文裡面有缺 或是怎麼樣 大家實際上就是我們在試的時候發現 喔 完了 這個 好像也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 你說 可能原本 你當初想說 就是幫日本字體補幾個字 結果實際上 一測試發現 喔 大概就是從 基本上就是重做了 對對對 沒辦法用嘛 對啊 因為你如果說是要 Feed這個台灣人的 日常的用法的話 就是 真的缺字缺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 也跟重做一套也差不了多少 只差在就是 可能老闆不會落裡八送 因為他已經看到說 喔這個字體就是 最終的成果長這樣子 就是風格已經確定 那其實光這樣 就縮短很多時間了 對啊 好 所以那既然已經決定好了 那 這件事情呢 就 Somehow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落到了當時我 就是 還是實際生的時候 這個字體實際生 就是我身上 喔 對啊 對啊 應該也不是coast down的關係 可能就想要給我一個機會 對 對 老闆就說 喔你常常去參加 Coast Cup對開議員很了解 那你做 沒有了 應該也不是這樣子 好 對好 那就落到我身上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發想 就因為 畢竟我們是從這個 小山原體Falk出來嘛 那所以它是一個 原本是一套就是 日本的字體 所以我自己的出發點就是 因為我也蠻喜歡就是 日本的文化 那我覺得台灣就是 其實缺少一套就是 具有這個 日文風味的字體 為什麼是風味呢 因為這個日文未達10% 所以我依法不能標註說 這個是日文字體 日文風味的字體 好 那大家就會想說 好 那日文風味的字體是什麼 因為其實日文就是有 憑假名騙假名嘛 那才叫日文字體 那為什麼說日文風味呢 這要怎麼辦到呢 這件事情要怎麼辦到呢 其實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個是同樣的字 其實在簡體 繁體 日文跟韓文 其實都 筆畫或者是這個 字體的架構其實是長得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古這個字 這個在中國有一個 這個中國的字體標準 那這個標準在中國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因為台灣其實大家應該上過學 應該也知道就是 小時候回來 又會有一個教育部標準字體 然後那時候老師就會說 喔 你這個肉要像 一個要寫的 另外一個要往上 如果你寫錯 老師就把它圈起來 然後在旁邊寫三個格子 或五個格子 叫你重寫 所以大家應該也知道 台灣其實也是有一個標準 但是台灣的這個標準 只是說當初因為異體字很多 那為了方便小朋友學習 小朋友就會說 為什麼那個誰誰誰寫那樣子 那個誰誰誰 那我自己隨便發明一個寫法 然後跟老師講說 欸我這個對啦 這樣不行 所以當初教育部才會定一個標準說 這個你們學習的時候 就用這個寫法 但是其實台灣並沒有明明確確的規定說 所有的字體廠商都要照這個寫法 這個是沒有規定 他只是說就是方便教育用途 我們認這個寫法唯一 就是教育部標準這樣子 好 那就是 但是中國這個標準就比較嚴格 我記得叫什麼 什麼180什麼東西 忘記有點忘記 因為昨天太晚睡了 就是我們18什麼的標準 然後中國這個標準 齊嚴格 就是所有的字體 你如果沒有按照這個標準 不給你上架 不過省 不過省 對對對 非常硬 對啊 但是 畢竟我們 秉持一個這個民主的精神 我們不能去限制就是 不能去限制廠商太多 就 這個字體也要有這個百話真名 所以 應該說我們其實根本也沒有這個審查的制度 所以其實並沒有限制說一定要這樣做 那 呃 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 這個 簡體 繁體 然後日文漢字跟韓文漢字其實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 大家如果就是 有一點感覺的話就會覺得說 欸 好像看到這個就 有一點日文的風味在了 對 就雖然說其實大家在遠看 或者是沒有仔細在AB比對的時候 可能會感覺不出來 但實際上 可能潛意識如果這個字體是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點日文的風味 對 所以當初的話我們就做了這個決定就是 使用這個所謂的舊字型的寫法 就是不用這個教育部的標準 那所謂這個舊字型的寫法呢 就是當初這個在 這個二戰或二戰之前 大家應該知道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嘛 對 那那個時候的台灣人就是日本人 所以台灣的字體也是就是直接從日本那邊 應該說進口嘛 就是用日本同一套的這個簽字 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簽字是什麼 就是活字印刷術 對 就是會有鑄很多這個字體的那個簽模 然後這樣子印上去這樣 那在電腦還沒發明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樣子印刷的 所以說 這一套字體呢 就我們現在簡單的稱呼就是說 我們就設這一套字體為了 就所謂的印刷體 就等於是有點像是 大家不知道 李登輝在培養 在台灣培養和牛這件事情 就其實和牛 現在的和牛 是理論上是 就是要日本許可才有辦法出口的嘛 就是這個牛本身啊 不是說肉 牛本身 所以李登輝的做法呢 就是去找尋這個 遺留在台灣這個 跟這個日本和牛的親屬 可能這個追根究底到最上面的時候 原本的那個和牛的爺爺之類的 然後就說 喔這個也是台灣和牛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爸爸之類的 然後就算數這樣 對 所以我們也是做一個類似的做法 就是我們去追溯回這個 當年這個戰監期 或是日治西期的時候 就是在台灣所使用的這種字體跟寫法 對 那因為當初就是日本算是 就是東亞比較先進的一些國家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國家 譬如說台灣 那個時候叫朝鮮半島 其實現在也是啦 香港澳門的印刷 其實大部分就是 都是跟日本買這一套寫法 來稍微稍作改進 對 所以我們當初的決定就是說 好那我們就用這個 舊字型為標準去做 但是用舊字型之後 我們決定 就算決定用舊字型之後 也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日文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日文 有這個一點之繞跟二點之繞 那這是一個 一個很可怕的故事 就是我們發現 就是日文的漢字其實也 並不是統一 部件不是統一的 在常用 他們的常用漢字表之內 可能是寫成這樣子 在常用漢字表之外 又是寫成這樣子 之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會再介紹 然後先看一下就是 我們最後的決定就是 所謂就是 用這個印刷體 或是所謂的舊字型的差異 就是這個是教育部的版本 就是大家如果有用過這個 NotalSense的話 應該就知道 就是NotalSense其實蠻嚴格的 就是去按照這個 教育部的標準做 因為可能Google不想要 有非議或幹嘛 就是 對我後面會再分享 就是Google是完全按照 幾乎嚴格按照這個 教育部標準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譬如這個肉 或是這個錯步 都是大家小時候熟悉的這個 熟寫的這個寫法 那日文然後中國 然後台灣的教育部 香港的教育部的差異 跟所謂這個印刷體 或舊字型其實有點差別 而且其實大家如果可以 仔細看的話 其實以我自己的美感來說 我是覺得就是舊字型 其實在很多方面就是 因為當初在科的時候 為了一些妥協或是視覺上的需要 其實他們會盡量的就是把字 就是做得比較均勻一點 譬如說像這個鹽 鹽好了 就是在做的時候 舊字型會 通常會上面這一點 是用橫的 這個差 這個之所以會做成這樣 是因為就是 一方面這是一個 當時的一種寫法 那為什麼他們會取這個寫法 而不是取這個 像教育部一樣 取這個點的寫法 是因為當初這個活字 在這樣印下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字有一點 應該說歪歪的 就是譬如說 這邊的接觸面積比較小 這邊的接觸面積比較大 假設一個三角形 好了 你在這樣子壓下去的時候 就會出現就是 它會歪掉 然後它的濃淡會有問題 所以可能像 這個比較淡的地方 就會印不到 那這個對 這個當初這樣印下去來講的話 這個字體越平均而言 印下去的效果是越好的 印出來很清晰 大家看了也就是覺得說 每個字的這個方正 倒差不多 看了也比較舒服 但是這個教育部的寫法 大家可能就覺得說 你仔細看就發現 這邊好像有一點凹下去 這邊好像有一點空 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 不只說我們這次 在做這個粉淵體 在其他譬如說淵字體 或是做一些 就是放新的一些名體的時候 我們也就是比較偏好 這個印刷體或舊字型的寫法 對 那大家可以聊看一下 好 那 但是就是用這個舊字型的寫法 我們就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像這個 這個 我忘記把他名字碼掉了 可是他說公開討論應該是還好 他就說 這個 這個BUT是 我們的一個朋友 是當初那個 Unicope 玩計畫的作者 然後他也是 非常厲害的字體大師 就是就是放智友 他有做了一個這個 原樣黑體 就是這個 原泉原始原樣 然後這都是他做的 他就是 就是當初 NOTO 我有說NOTO 就是用比較教育部的標準 然後他 但是他是用就是 用日文 或韓文那邊字型 去取 舊字型 然後重新組合一套 就是台灣 擁有台灣 台灣常用自極數的這個 這個 這個黑體 那他當初做的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比較舊一點的感覺 就是其實大家在一些 比較舊的路標 應該也還是可以看到這種寫法 那你看就有人就寫說 喔這個 什麼 被客戶認為是錯字啊 這個 這樣子他就客戶認為是錯字啊 就是像 我又忘記嗎 就像 可是GitHub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你看他就說 喔這個 我們是做成像左邊這樣子的舊字型 但他就覺得說就是 他習慣的是這樣子 或者是有一些更激進 或者是更 視野比較狹隘的人 就會說啊你這個 跟教育部不一樣 這個是錯字 錯字警察 但是完全他 也不是錯字警察 錯字警察好啦 錯字警察好 但他警的太多了 這其實不是錯字 就是這個在 其實教育部有一本字典 叫教育部議題字字典 裡面收錄了所有 就是教育部認可的議題字 所以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議題字裡面的字 其實我們就不認為它是錯字 因為其實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字 教育部也收錄了 但他可能就 心裡就覺得說 喔當初我小時候 被老師這樣寫說是錯字 他就 積怨已久 覺得要來報復社會 所以只要有人寫的 跟教育部不一樣 他就說你是錯字 就要你改 所以 會碰到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你有改嗎 沒有 我沒有改 我們直接把他扣死 沒有 就是 我們有採納一些類似這種 就是他們可能覺得 覺得像是錯字的事情 然後我們後來有稍微檢討了一下 所以我們最後的決定其實是 不完全是舊字型 就是有一些像寫法 像實雖然說我們這個 如果說是在左邊的偏盤 我們是這樣寫 但是如果在下面的話 我們就是照原本那樣子的寫法 因為 對啊 因為我們自己也知道說 那樣子看起來的確是會蠻乖的 所以 最後的就是折中 折中 但是這個我就沒有改 我自己覺得沒有要改 好 那不只這個死 我們還碰到這個 非常棘手的這個 三部手的問題 就是 錯步到底是要兩點還是一點 然後這個死到底要這樣 還是這個 大家應該多少知道 就是社會的社 這個左邊 到底是這個 長得像1 每次都寫錯 小時候每次都寫錯 還是這個是 對 那再回到這個 剛剛提到這個 日本 大家會發現 怎麼兩邊都有 那如果大家去仔細的研究一些 早期的日文字體的話 應該會發現其實 真的是兩種都有 你知道有些人又覺得這樣是錯字 就說你部件不同一 錯 對 所以我們也想說 好啦 那台灣人這麼喜歡統一 我們的確是想要把 不是 不是 我說台灣人喜歡整結 整整整體性 對 所以我們也是想要把這個部件統一 統一起來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這個日文字體會有這個 一點或兩點 是因為 所以當初這個戰後在日本 就是 日本有一個這個國語議會 就是推出了這個 一連串的漢字改革 所以他們也頒布了一個 所謂的 當用字體表 那大概就是 3000個字左右 那這個 昭和21年頒布的 那 當初頒布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 有點像是 對岸的這個字體 他們也是想要做這個簡化 所以他們有一些字體是簡化的 比如說這個 喔這邊沒有辦法算 比如說傳說的傳 他們是寫成人部 然後右邊是一個 有點像雲的那個寫法 對 但是當 雖然說日本推了這個 常 當用字體表 但是他們並沒有 訂這個表外的字 所以 以至於就是大部分 這個日文字體的公司 在做表外的字 是以康熙字體為 為這個 基礎做 那康熙字體就是兩點 那表內他們又定一點 所以日文是 兩個字不一樣分開的 對啊 那這個故事也非常複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試下來問我 那台灣這邊呢 就是 因為我剛才講的 就是因為教育的關係 就把它 定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像這個字體 在最開始的時候是 然後 欸 怎麼好像越來越像這個靠榮 對 就是以台灣這邊來講的話 演變是類似這樣子的關係 那所以教育部最後是採這個寫法 但是 以我們來講 我們是覺得說 做成字體的話 這個寫法 要做成凱體 就是用毛筆來寫 或者用筆來寫的話 這樣的確是比較好寫 但是我們覺得 在做成字體印刷的話 就是還是原本的式應該是會比較 比較好看 然後或者是比較 就是 讓它的這個左右的黑白不會差太多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當初就參考了一個 這個傳承字型部件的剪教表 然後它是 也是開圓的 然後大家直接上網搜尋 應該就可以在Github上看到這個文件 那這個是 我們內幕一郎 一個香港的朋友製作的 他就是研究了非常多的古蹟 然後去做出這個表 對 那但是就是 也還是有很多人就說 啊你去 算了 這個我們先不調工 時間不多 對 好 然後最後的決定就是說 我們就是用這個傳承的表 然後大家個人判斷 比如說 這個石這下面我們就這樣做 那飯就做成這樣子 我們覺得就是還是要有一點那個 日文的風味在 所以才做這個決定 對 好 那終於解決這個字型的問題 那到底要做幾個字呢 來跟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 嗯 權字庫 就是政府有出了一個權字庫 就是大家如果看身份證上 其實有一個就是 長得很像新系民體 就是你的姓名 藍文那個姓名 那其實那不是新系民體 那個是所謂的權字庫贈送 那它有11萬漢字 那其實很多就是什麼台灣人的奇怪名字 譬如說君 君子的君 上面那個一 有時候突出來 有時候不突出來 然後在這個權字庫裡面就算兩個 因為真的有些人就是寫的時候 當初不知道爸媽怎麼取 就是有些人突出來 有些人沒突出來 因為當初那個在申請戶籍的時候手寫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就是教育部標準規定 所以說那個時候 他手寫什麼 就可能政府就把它算作是什麼這樣子 那 這個 所以說這個最大的這個字體 其實有11萬個字 然後再來花園明朝 因為他想要排那個古經 就是佛經之類 然後佛經也很多奇怪的字 所以大概9.7萬個字 那像思源的話有4.9 後來好像是6萬多 有做滿了unicode 然後微軟正在一起有2.7萬 大家應該想不到 就其實超多 所以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電腦裡面那個字 好像都不會缺字 對其實就是 只是因為他們很努力 做了這些努力 但是大家不知道 對啊 然後我們就要放自己的自家標準 1.4萬 然後Big 5的話是1.3萬 然後如果你就是最 如果你是個人製作者的話 至少要有這個7000個字 才有辦法就是大概 9乘7 9乘8 不會缺字這樣子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再去Josephun 現在有做這個 Josephun的這個當務字集 那就可以看到說 就是大概 基本上要做幾個字 如果你是一個獨立的字體製作者的話 然後我們也碰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就是譬如說有些人說 就是要想要釋出這個可以編輯原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只有放出這個 TDF的這個檔案 但是就碰到一些問題就是 這個因為我們剛才講 我們是用Glyphs做的 這是一個避原的軟體 我們就在想說 那直接放出這個軟體的編輯檔 到底是OK還是不OK 因為畢竟這個檔案就很像我直接放一個PSD上去 好像也有一點怪怪的 然後PSD可能又不像說像 現在其實開源很多軟體有去 其實是逆向人家的檔案格式 所以譬如說DOC這種專有格式 PSD這種專有格式 其實也被解析得3388 所以開源的也可以開 但是因為這個Glyphs 這個還是蠻小眾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開源的字體編輯檔都可以開 所以我們就有在想說 那到底是要不要放出這個原始檔 那不只放出原始檔的問題 還有就是這個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個外框到底要不要合併的問題 因為其實大家在做字體的時候 其實會用一些就是視覺上的一些落差 就是像這樣子其實並不是完完全全直線過去 因為這樣在視覺上看其實會有一點歪歪的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視覺上的補正 所以實際上它其實並不是完全直的 那老闆可能又很怕說 又有人就是可能打開原始檔 然後看說這歪歪的 然後就說你們這個又錯字 所以老闆就有點不想要放原始檔 因為他想說就懶得跟他們解釋 所以就放那個已經合併完的那個格式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就問說 這個字為什麼不放到這個Google Fonts 當然大概有所不知的是這一個字 大概4MB多 你如果放上去人家每次一開那個網頁 就4MB就是被吃掉了 對 講記錯了 7.7MB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也是有一點難度 那關於這個在網路上要怎麼用這個中文字體 這個會後也可以再來問我 因為我們有一些方法就是 比如說去趕快face你這個網頁上面所有字 然後只下載就是你有用到那幾個字 這樣的話檔案其實就會小很多 那這是一個蠻難的技術 所以目前大部分公司都是收費的 對 然後還有很多問題就是 就我剛才所說就是 因為我們是 有點個人判斷 所以其實講難聽一點就是沒有標準 就是我的美感自助餐 對 所以說那如果說這個東西要開源 要讓大家貢獻的話 也會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可能每個人覺得不一樣吧 有些人可能就 小時候被老師塗塗的比較慘 就覺得一定要那樣子寫 那可能我沒有被塗塗的比較慘 我就覺得說那這樣子就是平衡一點 比較視覺上比較好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目前在這個開源 開源這個字體設 或開源設計的時候會碰到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掌握說這些貢獻者 到底是有沒有辦法就是按照我們的想法來做 對 然後更慘的是 就是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這個老闆就覺得不想繼續付錢 他覺得已經有釋出一板 也有個交代了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跟一些 其實我已經離職嘛 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我已經是區塊鏈工程 我不是在舊放 但是我還是有跟以前的一些同事 就覺得這個是像親生的孩子 所以還是想要把它繼續帶大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最後整理了這3年來 就是大家發現了一些重大的錯誤 然後釋出了這個2.0的版本 那舊放那邊也是跟我們說 就是他不會再支援了 然後這個report他也不給我們很討厭 所以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自己幾個是有在想說 就是要不要再fork一個出來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有原始檔 老闆不願意放原始檔 我們就放我們的原始檔 其實可能有一點問題啦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會自己再稍微改一改 然後這樣子就可能可以避避風頭 對對對 但是目前都還在研討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現在最當務的 最當務之急呢 其實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來一起做這個字題 對 所以說希望大家可以來幫忙我們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群組是這個 對 對 你可以講啦 如果被我無視的話 就不要一直戳我 沒有啦 就是我們也是很希望 因為其實會有一些就是 真的是那個點放錯 然後就他可能會 凸一根很尖的出去 那種就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 結點上的錯誤 那就可以跟我講 或者是 你真的覺得有哪些字看起來很錯 然後或者沒有統一 也是可以就是來跟我們講 那目前這個Folk出來的計畫 也還在籌備中 因為也有一些實務上的問題 但是所以我們就 還在討論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這個 自己製作的話 也很希望可以加入這個 我們的Telegram 然後 就是可能跟我們一起想說 新的名字要叫什麼 然後要大家想要 可以能夠幫忙什麼 那看看人力之後 我們會再跟 就像去喬喬看 比如說像這個 因為一定要用Glips做啦 這個用開源那套做 真的做不出來 我跟大家講 對對對 我其實也很希望 就整套都是開源 但是其實有一點難 對 那所以如果說 跟JobFund也會爭取說 這個Glips 看看他們能不能給我們 一些優惠這樣子 對 當然還是希望就是 如果說有人力的話 來幫忙我們這樣子 那加入這個 我們就會把最新的資訊 就是貼在這個群組裡面 或大家可以閒聊也可以 那其實市面上也有一些 就是這個別人做的 那這個不要看到簡體 就覺得是中國人 其實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 有些 有些這個什麼 治癒警察 就是一看到簡體 就開箱 我覺得也不太好 對 也是有像別人做 但是這個其實也已經 大概兩三年前 他們也沒有再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 需要人力 對 所以那就大概就是這樣 那就謝謝大家 好 那就 有QA時間嗎 還是沒有 因為 因為那個 等一下 下一位 就是等一下有 還有下一場講講準備 如果大家有QA 想要問千秋的話 可以在外面的走廊進行 好嗎 然後好 大家下課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